华航举办首届华航马拉松星光夜跑 吸引了8000多名的海内外跑者共襄献举 并同步的推广观光 董事长谢世谦也透露 有14架A321NEO即将交机 董事长谢世谦代表明 前要华航首届马拉松星光夜跑热闹开跑 吸引近万名海内外跑者共襄胜举 其下国内办成马拉松赛事夜跑参赛人数最多记录 同时搭配观光推广 为了在第四季抢供营物表现 各家航空业纷纷大举增搬 华航董事长谢世谦也透露 有14架A321NEO即将交机 并期望能在2027年把所有班机太久换新 确保客户机运能 华航目前在重点航班持续增搬 包括桃源至奥克兰以及桃源道札幌 以密集航班满足多元旅运需求 把握年终旺季客运商机 金唐也在电视胡宗翰唐吉安台湾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